會登靈絕頂 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 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天很罕有的重點來提到香港 他說香港的成功是數以千計的管理專才的結果 還有美國本來樂見是其成 但現在特區政府所作所為 是損害到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所以美國才將香港出口的貨品列為中國製造 這個亦沒有講到其他制裁的問題 所以我想針對香港的行動會陸續有來 特朗普還說 如果沒有美國的加持 香港不會再是一個成功的國際城市 即是你不用玩了 馮博士你怎樣解讀 這一段 這麼明顯 露骨的說話 但這個其實露骨得利 其實他是多次說了一個重點 其實不是由特朗普說起 哪一個很強調這個重點 其實就是由上屆的香港駐港總領事 他多次在香港的商界 和香港的政界面說了很久 香港以來賴以繁榮的地方 就是美國和香港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而且在中美穩定的關係下 香港做到這個兩地交流的工作 其實唐偉康在他的任內 以至到任外的文章 都是一直強調這個論點 而我們也知道 香港其實 事實上的確是 所謂的四方錢 所謂的四方 只有兩方 就是東西兩方 就是中國 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所以特朗普這個講法 從來都不覺得 在學術上很有問題 但是從民族上也好 又或者是一些本身 只是做背靠大陸生意的人 都不覺得這件事 所以昨天特朗普做了一件最恐怖的事 就是把《Make in Hong Kong》完全摧毀了他 我們沒有再有《Make in Hong Kong》 任何香港的產品 我們都會用《Make in China》去標記 即使今天 如果邱騰華局長他的講話 一句簡而言之 就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 根本就是邱騰華局長的意思 但是都沒有用的 因為任何 你看回現在TDC下面的 出口的產地證書 講得很清楚 其實因為所有出口 所謂的產地證書來源證 其實是要配合你的《Transition》 就是究竟由A地方到B地方 有沒有優惠待遇 譬如香港這些產地來源證 包括有香港去東盟 香港去智利 因為我們簽了很多FTA 一般來說 我們有一般的產地來源證 是去全世界的 而美國是作為最主要受惠的對象 因為就是美國一向都是香港的產地來源證 和中國內地的產地來源證 當成是兩張去辦 現在就是美國不承認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享有的美國福利 所謂take it for granted的事情 現在美國是告訴你 不是take it for granted的 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 邱局長也好 Donald Trump所說 一直以來香港賴以為生 其實美國除了我們放了很多人員 養活了很多香港人之外 其實他們的經濟優惠 是放了很多在這裏 美國領事館在香港 是差不多一百七十幾年的歷史 是在香港開埠沒多久 第一間的東亞地區領事館 就是放在香港 接著才放那些什麼 Montchulia 接著放在內地 當時是連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都未成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兩地之間的情誼是很深厚 現在Donald Trump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們做回普通朋友 一做回普通朋友 我們這些優惠待遇就會沒有了 這樣會不會在未來 我見的將來 怎樣會影響香港的經濟 例如出口甚至失業 你看回我們前幾天 應該有很多失業的事情 出來了 但是失業的情況 應該不是很嚴重 尤其是在年輕人 現在全世界都失業都很嚴重 但是你發覺 我們自從一個新的經濟來源之後 我們是有一個slash的人出現了 一個人可以打兩三份工 導致結果是什麼 你看回我懷疑 應該沒多久就會出來了 今年大學生畢業的人工 2019年那份大學生畢業的人工已經出了 當時出的時間是12月 見到他在香港這麼多間院校的大學生人工 是沒有跌過的 而今年我們也有信心見到 就是今年我們大學生的人工 都沒有跌過的 原因不是因為我們 究竟那些人是不是經濟很差了 而是那些人可能做多了東西 或者slash了 轉型容易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 失業率是放在哪裡呢 就是一些轉不到型的行業 或者一些中上層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今年失業率 其實可能很多藍絲黃絲 都誤會了 以為那些年輕人一定會攬炒 底下炒了自己 實際上我們看回經濟數據 很多時候是炒了中層 請回兩個年輕人 所以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 分別又不算很大 沒有那麼年輕人甚至可以得益 這個就是chaos is ladder 在混沌期間 年輕人的確是走得很快 而且一些小公司轉身也很快 但這些不要跟藍絲說 因為他們很傷心 你看到現在我們的失業率很不平衡 不是統一地一起失業 是有一班人特別失業 尤其是技術難一點的 或者技術能力低一點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未來 這個是短期的陣痛 長遠香港其實如果沒有了這個美國市場 又或者我們沒有了這個 獨特的國際地位的話 其實我們是很嚴重的 你想想我們在深圳河以北的薪金水平 深圳河以北的一些大學生起身點 又或者一些基層的起身點 內地現在做過麵包的一個麵包店的店員 其實是說六七千元已經很高 但是香港其實是過不了我們最低工資的 你要問為什麼我們那個是高內地那麼多 內地公安和香港警察的薪金也是相差很遠 香港簡直是天之嬌治 即是說薪金 純粹說薪金很貴 但是為什麼一河之隔 其實薪金這麼低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一國兩制的保障下 香港是可以吃到四方飯 所以你只要一過了這條河 無論是基層的我們會標準 無論是專業人士我們會標準 甚至乎你由一個Made in Hong Kong的食物 還有一個Made in China的食物 這個就很明顯了 任何食物Made in China的價格和Made in Hong Kong的價格 其實已經是兩個不同的價格 哪怕香港那件產品的銷售量是低一點的 又或者它做得出來的味道未必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一直是有這個 中西之間一國兩制 那個優惠第一下出來 現在我們就應該要 以次回歸了 用這個中國的說法 但是我想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以次回歸 不單止是政治和身份上的回歸 看來我們的經濟結構都要以次回歸 這個經濟結構之變動之大 是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因為從來我想很多代的香港人 沒有這個記憶 是可以離開美國而獨自生存 沒有這個記憶 那短暫的1941年太平洋戰爭 三年零八個月就有 但是其前和其後是沒有的 那又怎算好呢 現在不是要嘗試我們沒有美國生存 但是其實反過來 一個沒有美國的影響力 或者沒有美國市場 或者沒有美國加持的香港 將會是怎樣 但是你這樣說 剛才我們其實在香港的歷史裡面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失去美國 如果你說我們真的失去了美國在哪裡 就是我們開埠頭兩年 開埠頭兩年的時候 美商在香港的接觸是很少 但是開埠第二年尾 就已經有美國第一個領事館出現在香港 而且那個時候 是我們鬥隱那麼大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領事館在這裡 你就知道其實美國在這裡的存在是 一百七十年來 我們沒有試過不見了美國 那你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了美國 香港怎樣生存 我真的沒有在歷史上見到 但是美國和香港的關係 往往有幾微妙 它是對香港沒有管治權 但是有很強大的經濟聯絡 在經濟聯繫之間 亦都有貌重的影響力 但是我們不可以說 美國對香港的影響很少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看港美關係 如果你做過歷史研究 你會發覺港美之間 其實是沒有什麼政治上聯繫 美國政府有空無事 只會有空跟你聊聊天 講一下美國人的利益等等 但是美國在香港最根深蒂固的力量 其實是在於它的文化力量 你想想一件事 香港人從來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作為一個大英殖民地 我們說的英文是沒有英式口音的 我們的口音是美式口音來的 我們很多老師說的英文 除非英文老師 否則你過少少 或出來工作的人 都是以美式口音為主 我們去美國升學 其實是很早第一批學生 就去了美國升學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我們前才爺 薯片叔叔 其實都是美國讀書的 你會發覺 其實我們很早一批留學生 已經在美國讀完書 回來香港管治 所以美國在香港那個 其實不是一個長臂式 又或者是法例上式的管治 其實是從文化上擺進去 哪怕去到基本法去讚寫的時候 基本法裡面有大量的概念 是存在於歐洲 美國的一些文化概念 包括那些所謂的 不是三權分立 用基本法教我們經常說錯的 就是不是三權分立 但是一定是互相制衡 這些這樣的辯論 這些這樣的思想 雖然是來自歐洲 但是中間美國 最後是體現了一個很好的民主體制出來 而香港那個基本法政治體制 是不像英式的 我們是極像美國的政治體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整個 無論是政治、文化、教育上面 都是以美式為主 所以這就是為何 那一百七十年來 深厚的友誼之間 做出來的文化成果 不用寫下去的條文 不過最慘的是 特朗普今天跟你說 我們關係就就此結束了 特朗普這個講話 當然是歷史性的意義 就是跟美國 和政府宣佈和香港 以往的 超過你所說的 一百七十年的友好關係 是一筆勾銷 好了 廣告回來再說 笑傲江湖 光明頂 指點江山 笑傲江湖 光明頂 陶傑 馮知貞 說到美國和香港最早的關係 不能不提 在十九世紀 美國前總統格蘭 他卸任之後 超過一年的全球 差不多兩年的全球旅行 在那次旅行的姿態極高 除了經歐洲 地中海和印度洋之外 他直接屈入遠東 在遠東去過 簽羅 會見太王 朱拉龍宮 接著 一路經新加坡 去香港 在香港 短暫停留 然後跟那時的港督 在冰頭花園散步 跟著 就走向廣州 那時 這個 滿清政府 剛剛 是被日本 奪取了琉球群島 是沒多久 那時候 李鴻章 就要求 前總統格蘭 去調停 去問這個日本 是拿回這個琉球群島回來 你看這個格蘭 那時候 在德國 是見過 鐵血首相 卑斯麥 跟著 就經過 蘇伊士運河 一路去 印度 盲買 見英國的印度總督 雖然 他是一個卸任的總統 但這一次旅行 美國是軍臨天下 因為他去到哪裏 那些地方 都當他是現任的美國總統 你想想 這個 決定性的 1878年 美國前總統 格蘭 環遊世界之行 尤其是巡策 這個遠東 其實就是 美國宣布 即將走向全球 的一個聚幕的先聲 雖然後來到羅斯福 以後乃至 威爾遜 魯羅斯福 和威爾遜 才有更加實在的行動 因為這些是戰爭 譬如說 那時候 李鴻章向他告狀 他說這個琉球群島被日本搶了 一向琉球王族都是貢獻的 你可不可以 就和我作個調停 拿回來 這個格蘭 聽到 當然是面有難識 那時候他就知道 向這個李鴻章 去詢問 中國太平天國之亂的經過 這個李鴻章 就向這個格蘭 拆了鞋 他說 我和你兩個都是歷史上 最偉大的兩個領袖 當然 這個格蘭 對於琉球群島的要求 就有少少打太極 接著他還和公親王見面 這些一一拜會 然後去到東京 會見日本天王 你說 他的名字有很多很有趣 叫做游歷西斯 Ulysses 真是人如其名 我們知道 Ulysses 是希臘神話裡 的一個希臘的 將士 在特洛伊之戰之後 帶著希臘的軍隊 是環遊地中海 回家 那不是環遊 那是流落地中海 途中經過很多怪異的事 其實 為什麼格蘭經過香港 要上一上岸 帶回英國總督呢 那時候 這個已經有象徵意義 還有當其實在東亞 其實要有一個深水港 可以容納到這麼多的貴賓過來 不是很多地方 其中一個港口就是香港 所以 除了格蘭之外 另外之後的所有總統 你會發現 慢慢跟香港簽了很多 一些海防上的協議 包括現在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 雖然我們都說 香港是沒有任何的外國軍隊在 但是你試一下 在Google Map 搜尋一下 香港是有美軍服務處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很少見 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容納到一些軍隊上岸 尤其是深水港等等 所以我們是有一些 深水港的上岸點 亦都有美軍的一個服務處 其實可以隨時 如果香港政府 收到美國政府邀請 就說可不可以 美國軍隊上岸的時候 而美軍服務處在這裏 就可以做到一些 接待等等聯絡的工作 你從種種見到 為什麼美國一開始 這麼多個服務處不設置 它就是設置在香港呢 你就知道這個深厚的友誼 和歷史背景 是非常長久才能做到的 你要知道芬域街的名字 就是因為有一個叫芬域碼頭 這個芬域碼頭 是專門為招呼美國的海軍 軍人 上岸而設的 那裏還沒有一個俱樂部 當然也不是那麼高調 是專門要會員才加入 而且據我所知 應該是美國公民 所以你開始看到 如果用這個看法 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美國在香港 會有長臂管制 或者伸手出來 不是伸手過來管香港 其實香港和美國的深厚友誼 是遠深於香港和中國的友誼 這才是人和人之間的實際交流 所以要尊重一點歷史 包括香港的官員 當你和美國政府在打交道 或者打嘴炮的時候 我想要一點點歷史 如果不然 就可能在外國朋友面前 會出醜 這個芬域碼頭 本身也有一段歷史 就要一段歷史 而是非常糟糕 然後還剩下的 一段歷史 至少